战斗机空中掏掉的附邮箱 剪刀号能贵自己吗 卖被品就值多少钱 文艺宣军事我们都知道 战斗机是空中的重要力量 它主要任务就是在空中和敌方飞机进行作战 而且还能够拦截敌方的轰架机等 所以是各国空军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武器 但是战斗机在空中飞行执行任务时 往往要消耗很多的油 所以为了避免长时间航行 而导致油量不足的问题 往往会给战斗机配备一个外挂油箱 也就是副油箱 这样一来就可以增加战机的航程 而为了战斗机的安全着想 一般副油箱的载油量都是要提前算好的 可是即使副油箱对战斗机有很大的作用 在必要时 战斗机也是需要将它舍弃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副油箱是有重量的 而且也会有空气阻力 而现代化的空中战斗 更注重的是飞机的机动性 所以飞机在战斗中 往往会抛弃副油箱 这样一来就减轻了飞机的重量 从而加强了机动性以及提升了速度 可以灵活的躲避和进攻 减少被击落的可能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般副油箱会设计在记忆下方的原因 就是为了能够更加方便的抛弃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 将副油箱抛弃不是很可惜吗 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一般战斗机在抛弃之后也都不会管它了 那么也有很多人有着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副油箱基本上 都是由航空旅和机制成的 所以应该也很 值钱 那么人们如果也到了 能归自己所有吗 或许会回收吗 一般用来制作副油箱的铝合机非常薄 重量也没有多重 而飞机如果是将里面的游泳完之后再抛下去的话 即使是从高空中摔到地面 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形 但是即便是这样 要知道的是 飞机要是在高空中抛下的话 都不知道落在了何处 所以想要找到进行回收 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这回收的代价比制造新的成本都要高了 另外 副油箱只是加油的工具 其中也没有什么核心机密 所以丢了也没有必要再找回来了 而有的农民在捡到了副油箱之后 如果损坏不太严重的话 进行简单的加工 就可以安装在房顶当太阳能储水罐来使用了 而还有人甚至将副油箱弄开 然后把农作物放在上面进行尿塞 可以说那些解到副油箱的人都几乎将它变费为宝了 反正 真正去收回副油箱的人并不多 也有人说了 那将副油箱当费品卖呢 有大概值多少钱呢 有人曾按照副油箱的重量来计算过 觉得差不多能值两千多元 只不过这样看来 副油箱的价值还是很大的